1948年9月12日,辽省战役打响,毛泽东及令东野最高领导人林彪、罗荣环、刘亚楼绿指挥机关向锦州前移,但刘亚楼同管的专列开反了,险些开进国民党重兵防守的长春,本文摘字往事不忍成历史,作者言明,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。 辽省战役期间,前方指挥所的组织工作由参谋长刘亚楼同管,前指转列的编组和行车计划由哈尔滨铁路局统一调度。 由于当时长春、沈阳几个要点尚在国民党军占领中,为了行车安全和隐蔽战役企图,货车必须绕道运行。 按计划,东野前指的专列由双城出发,到哈尔滨后沿滨州线向西北开进,到齐齐哈尔南面的昂昂西掉头南下,金白城字双辽,再往西南下复兴,然后转乘汽车去锦州前线。 9月30日晚至1点左右冬野前指转列离开了双城,为了防备敌特破坏,专列行动计划高度保密。 哈尔滨局只知道有一列普通列车油双城发往哈尔滨。 辽省战役开始后,繁忙的军运使哈尔滨局的调度显得有些忙乱。 由于事先没有交接清楚,专列午夜到达哈尔滨稍作停留,进行例行检测后,调度式竟将专列发往吉林方向。 专列向哈尔滨东南方向行驶了近三个小时,停在一个车站等待交汇。 此时已是凌晨,专列上的人们早已进入梦乡,但父亲尚未入睡。 大战在即作为指挥机关的工作人员,上车布置好作战事和处理完领罗留手掌交代的工作,许多重大事情都需要在脑子里过一过。 见到停车,父亲便吓到站台上跺步,走到一块站台下,借着昏暗的灯光抬头看了一眼,站台上赫然两个大字拉铃映入眼帘。 熟悉东北地形的父亲大吃一惊,这汉原来的行车路线相反啊,要继续走下去。 向东,经武昌,书兰,郊和安徒后进朝鲜了,向南,经永吉,磐石,梅河口便直插敌人重兵占领的长春,沈阳。 这不仅与原行车路线背道而驰,而且会给东野指挥机关带来重大危险。 更重要的是,毛泽东汉军委十二道,金台令东也指挥机关南下锦州,即使天亮后发现走错了路,再去交错,耽误了执行命令的时间,这漏子可统大了。 父亲急忙上车推行了刘亚楼参谋长,刘亚楼得知走错了方向也急远了,叫父亲赶紧想办法。 这时他们看到不远的插道上有一列等待交汇前往哈尔滨方向的列车。 父亲急忙上前打探,得知是李天佑一纵后勤运送物资的列车。 父亲将负责押车的后勤副部长带到刘亚楼处。 刘亚楼命令,一纵列车原地待命,车头挂上专列返回哈尔滨,如上面追究刘财某长负全责。 这样一纵的车头挂上专列向哈尔滨急驰而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